我覺得自從有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時候 有很多新進導演獎的得主都是來自這個計劃的 我覺得有好又不好 當然資金上不會很充裕 但是他們可以更加很順心地拍攝自己想拍的題材或者故事 因為沒有一個實質的商業投資 可能他們考慮的東西可能會更加自由 所以你會見到他們不同的導演會拍一些關心不同的題材 亦都剛好有時候很多都是說社會上的一些很值得關心的題材 但是慢慢我也開始譬如來到就算程建朗的首權 這個就是一個我相信是一個他的電影的口味 他都入圍了所以我也很開心 因為阿朗也認識 經過了這麼長的疫情 其實不只是說這兩個月 之前也有試過戲院也有關閉過 我曾經聽過不同的人去討論過 現在都在改變觀影的習慣 可能是在家裡看 或者其實已經在家裡有很多很好的器材 但是對我來說仍然會相信是進去戲院看電影是一個無法取代的經驗 因為你家裡有多漂亮的器材也好 你無法取代的是跟你一起看的觀眾 一班不認識的人 然後跟你一起去感受那套電影 甚至你家裡不可以有這麼大的銀幕去感受 例如我看志祺 那個銀幕這麼大 它是一個黑白的世界 我好像進去了 我仍然有那種壓迫感的窒息 我感受到那個世界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要在戲院才能感受到 所以我很希望當戲院重開的時候 大家會抱著一種掛念 那種在戲院看戲的感覺 我不想用擔心這個字 我想用保持信念 幸好這一刻我這套戲還未完成 所以希望當我完成的時候 其實戲院已經重開了 就可以看了 因為我仍然覺得 我這套戲都是值得進戲院看的 因為我很相信這套戲進戲院看的時候 有這麼多觀眾一起看 這套戲一定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希望快點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